《出埃及记》第36章 比萨列和雅和利亚伯以及心里有智慧的 就是蒙耶和华赐予智慧与聪明 使他们知道怎样制造公圣所使用的一切工程的人 都照着耶和华吩咐的一切去做 于是摩西把比萨列和雅和利亚伯以及心里有智慧的 就是蒙耶和华赐他们心里有智慧的人 凡是心里受感要前来做这工的人都照了来 他们当着摩西面前接收了以色列人为公圣所使用的工程 带来的一切礼物 他们天天早晨还把自愿奉献的礼物带到摩西那里来 凡是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 个人都放下自己所做的工来了 他们告诉摩西 人民带来的太多超过耶和华吩咐所做工程使用的需要 于是摩西下令 他们就在营中宣告 说 无论男女都不必再为圣所的工程奉献什么礼物 这样 人民才被拦阻 不送什么礼物来 因为所有的材料构作一切工程 而且有余 在做这工程的人中 凡是心里有智慧的 用十幅帽子做账目 这些帽子是用碾的细码 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做的 并且用设计的巧工绣上基禄帽 每一幅帽子长十二公尺 每一幅帽子宽两公尺 所有的帽子都是一样的尺寸 他把五幅帽子一一相连 也使另外五幅帽子一一相连 在第一组相连的帽子 墨幅的边缘上 他做蓝色的钮扣 在另一组相连的帽子 墨幅的边缘上 他也照样做 在这一幅帽子上 他做了五十个钮扣 在第二幅相连的帽子的边缘上 他也做了五十个钮扣 这些钮扣都彼此相对 又做了五十个金钩 用钩子使帽子彼此相连 这样就成了一个帽子 他又用山羊毛做了帽子 作为帽子上的罩棚 共做了十一幅帽子 每一幅帽子长十三公尺 宽两公尺 十一幅帽子都是一样的尺寸 他把五幅帽子相连在一起 又把另外六幅帽子相连在一起 在第一组相连的帽子 墨幅的边缘上 做了五十个钮扣 在第二组相连的帽子 墨幅的边缘上 也做了五十个钮扣 又做了五十个铜钩 使罩棚相连 可以成为一个 用染红的公羊皮 做了罩棚的盖 又用海狗皮做盖 放在罩棚的盖上面 他替帐篷用造甲木 做了竖板 每块板长四公尺 宽六十六公分 每块板有两个损头 彼此相连接 帽木一切木板 他都这样做 他为帽木做板 给南边 就是向南的方向 做了二十块板 在这二十块板底下 做了四十个银座 这块板底下的两个银座 用来连接板的两个损头 那块板底下的两个银座 用来连接它的两个损头 他为帽木的第二边 就是北面 也做了二十块板 和四十个银座 这一块板底下 有两个银座 那一块板底下 也有两个银座 帽木的后面 就是西面 做了六块板 他替帽木后面两个脚上 做了两块板 板的下节是双的 直到上面的第一个环 才结合完整 他把两块板都这样做了 形成两个脚 所以共有八块板 十六个银座 每一块板底下 都有两个银座 他又用造甲木 做了横栓 替帽木这边的板 做了五个横栓 替帽木第二边的板 也做了五个横栓 替帽木后面 就是西面的板 也做了五个横栓 他又做了中间的横栓 穿过板腰 从这一端穿到那一端 他用金子 把板包裹 也做了板上的金环 用做穿横栓的地方 并且也用金子 把横栓包裹 他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 做了一幅曼木 用巧设的图案 手工绣上 基路薄 他替曼木 做了四根造甲木柱子 用金子包裹 柱钉是金的 又替柱子 铸造四个银座 又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 用绣花的手工 做成帐木的门帘 又为门帘 做了五根柱子 和柱子上的钉子 用金子 把柱顶和横杆包裹 但那五个座是同的